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五节 说一气满了 神的国庆了 你们当悔改 信福音 你见不见这里讲行为 那我们怎么改行为 为什么要改行为 原因就是悔改 我们用悔改去改行为 为什么要改行为 原因就是你讲的信 你要记住 如果你讲的是能够使你上天堂的信 那个是先悔改 后才可以有资格去信福音 所以我们再看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五节 你就明白这里为什么会这样讲 马可福音第一章 由第十四节开始 让下奸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 对不对 这个一定是我们现在讲的新欲的福音 没有花没有架 这个应该是主耶稣 这本圣经讲的 是我们讲的救主 但是他讲什么 他说说日期满了 神的各近了 你们当悔改 信福音 所以在信心之前 是有悔改 因为天国讲的那种信 是会结出果子的信 而我们不悔改的话 圣灵根本就不可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去帮我们连根拔 使我们能够结出新的果子 所以你要看到一些人是死性不改 就是他明知道这种事情 我会改的我会改的 但是他不是悔改 所以你要看到 为什么在John Wesley的时代 其实最大的福兴 其实是悔改信福音 这个基础 为什么 因为在马丁路德上是强调信的 他突然间 因为在过去的1500年黑暗时期 连信都没有卖 很疯狂 但是在马丁路德的时候 就出现了信 但是问题是出现了信 因信清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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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每个人说 其实他们因为 当然这个神义不是要求 他们很高深的程度 因为刚刚开始复还 但是这个复还 也不是复还了 圣经所说的 能够上到天堂 能够得到福音 能够得到神迹的信心 当然 有很多人有小孩子的心 一说信 他们会自动去悔改 直到John Wesley的时代 纯道卫里公会 他们强调是什么 圣结生活 他不是落后 是因为他们回到圣经里面的原本 去做一件事 就是悔改信福音 所以你看看那时候信主的人 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 信主 他们是大罪人也好 哭得很厉害 他们突然间 觉得自己很羞耻 很羞愧 去重新做人 这种不是改 是悔改 你知不知道 所以你要看到 在复兴当中 为什么我们看很多书籍 很多这些人 都哭得很厉害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 神就很回应他们的祷告 很多神迹其实在他身上发生 为什么他们的信心 和我的信心不同 现在你明白了 有些人去祷告 祷告 搞祷告会 你要看到 那些教会 搞祷告会也好 昨晚祷告会也好 通宵祷告会也好 总是没有复兴 总是有些神迹不会发生 总是他们不会经历到神 原因是什么 他们拿出祷告这个意识 他们没有拿回 在这些经文主耶稣所说的 最基本原始点 就是悔改 信福音 就是这么简单 其实如果我们是有真的悔改 那我们就会如何 产生我们信仰各类型的果子 你想种什么树 你想种天堂的树 你想种神迹医治的树 你想种哪种树 其实在当年 我自己没有那么多 所谓先入为主的概念 其实我一信主 我就自己看圣经 所以在我来说 悔改一定是所有 信仰的任何步骤 我说的任何步骤 就是说你第一个步骤 当然是信福音 但是跟着还有很多步骤 所以你见不见 就像在我们教会那样 当带了人信主 我一定要帮他刷偶像 但其他教会有很多不会的 即是你们五脚合一 都没有所谓 那些根本就已经去除了 圣经里面 连福音里面的悔改 那你想想 那些人怎么可能上天堂 但在我们教会当中 你会发觉 那些人信了主之后 就要丢掉他自己熟悉的 迷戀的偶像 那些书籍 或者那些碟 全部要丢掉 又或者他自己摆开观音 摆开偶像 我们回去帮他刷偶像 因为那些是悔改 才可以信福音 你知不知道 但问题是你信医治 你信医治 你都要产生 这个愿意去悔改 知道悔改是什么的程度下 然后去信医治 事实上 在过去这几个月当中 跟大家去分析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短短8个月所经历的事情 那就是一个最基本的程序 就是一个原始点的程序 就是为什么我会由一个 可以说 不会经历那么大的 神迹歧视的人 或者为人祈祷的时候 不会产生那么大 医治神迹的人 能够突然间 会这样转变呢 就是因为 我种出这一个果子 就是医治的果子 我为人祈祷的时候 现在不错 我懂得召唤位 我懂得在聚会当中 去叫病人出来 为人祈祷会会好 但问题一定是来自什么 我能够叫他出来 医治的神仙 才让我叫他出来 就是我问回神 神你在这个序会医治什么 但问题是 神去思想的时候 神去释放这个恩膏 让我能够叫这些人出来之前 首先就是 祂能够直着日华医治什么病 祂能够直着日华医治什么病 祂是以这个做前提 因为如果日华医治不了病 我为何要叫他出来 因为神是想在这个序会医治 但问题是日华医治不了 所以变成我在序会当中 我才可以作这个祷告 所以换句话说 我越医治得多人 可能我能够叫一些断骨 没有的手 可以删出来 你能够想象 在序会当中 当我讨厌 神你在这个序会当中 想医治什么人 神就多了很多选择 因为日华已经结出了一些果子 能够医治到一些断了手 断了脚的人 没有手没有脚的人 日华都可以使他们删出来 我便自然可以召唤到那些人 然后召唤出来之后 便可以医治他们 因为神又想医治 神又知道可以借着我医 但是问题 到今时今日 由我当初去研究圣经 信主 到我现在成为你们牧师 其实你知不知道我经过几多次的悔改 我悔改我自己看圣经那种误解 我用沉悶的方式看圣经这种罪 我自己对圣经的不信的罪 我自己的生活习惯的罪 我消极思想的罪 我直接是悔改 但记住我不是改 我是悔改 所以我不会再犯 我并且是180度转变 用另一种生活方式去过 而导致我能够成为一个候选人 是可以用神去祝福我 你见不见 所以这里就是 你看到师生 今天说了一个原始点的东西 但问题是今时今日教会 连这个原始点都没有起步 还要否定它 然后自己作出一个所谓现代基督教 我们可以五教合一 我们可以做这些 做那些 我们凡家人都可以 神瞒了 神快叮了 我们做这些 神都不管了 要怎样就怎样 这个是新时代 这个时代神不管得这么多 以前是旧约 所以那时候犯奸淫 和圣语已经落地狱 被小孩担死 那些底他们 谁生不逢时 我们这个时代 刚刚好 就是神有老又盲又聋 所以我们这个时代 我们做什么都可以 但是 你会看到这个典型 在他们现在 是直接过这样的生活 是做这样的信仰 但是问题 我真的希望 如果他们有机会 听到我这些信息 他们真的要悔改 你知不知道 听了 又说都说得对 对 ok 我接受的 ok 那都不能够 改变他们落地狱 这个事实 因为接受 是没用接受 就是信 信这个字原文 就是被说服 就是这么简单 但问题是被说服的时候 你跟着要作出一个回应 就是悔改 所以为什么要受证呢 受证 告诉我们 原来每一点的信 的原始点 其实很多人说会很奇怪 为什么神在 就是这么多的仪式当中 是用受证 这一样的做法 原因就是说 就好像打一个策略game 你这个策略game 可能要建设很多次 ok 并且建设很多种形式的建筑物 可能要建 就是消失的话 你要建 冰房 草地 你要建 这些厂 你要建 Tc 即是那个 城镇 城市中心 你要建 建墙 建炮台 建防御也好 或者建经济的 这些钱兜也好 全部这些建设 他为了 给你知道 所有的建设 他做一次给你看 建设的程序 你知不知 受证 只是做一次给你看 用信心得到福音的程序 就是怎么样 就是原来 首先你要悔改 除掉你的旧人 除掉你所有的不好的行为 去接受这个福音 这个原来就需要你 直接信得到福音 就这么简单 但是做了一次 第二次 第二次你就知道 原来 去到另一点 就是说 我想相信神在经济祝福 于是乎 你要怎么样 你首先在经济上的错误 你要悔改 就是经过悔改的洗礼 晚福福音第一章 第十五节 说一气满了 神的各县了 你们当悔改 信福音 有什么好怜 是 有什么好怜 我们是要求你 让我靠到你身边 全将我心交托在坛上 诚恳意将国人奉献 离开世间的乐念仇恨 好将爱心每日光尖 全将照主的教导行公义 参照我主引导定主差点 参照我主引导定主差点 全将岁月气息永远